这是一个传统苏绣 欧洲的花螺 就是是很漂亮的一个丝巾 这个好漂亮 好看 当年的螺 就是通过丝绸之路 带去了欧洲 心里有一个偏好 我希望Joyce能够拍走 给她二十个 希望Joyce能拍走 四十 Joyce四十 获得咱们含雪的私人拍片 传统苏绣来成交 因为它很漂亮 但她很漂亮 我们一起分享一些 有趣的时间 我想记得她的记忆 希望我不在Joyce身边的时候 她能一直很温暖 OK 谢谢Joyce 我们接下来有请Joyce Joyce先告诉大家 你要给她拍的是什么 来自法国的笔棋本 它是一个美好的书 和一个美好的笔棋本 一种厉害 但我可以给你一些记忆 关键的笔棋本 我很珍惜跟她在一起的回忆 所以我很想要她 亲手写给我的本子 然后我也希望有朝一日 我的法语能说好了的时候 我用这支笔给你写信 真好 好浪漫 她们两个 我能够订阅 我能够订阅我的本子 好 好 小姐 我好喜欢你的拍片 我没拍着 但是我拍到了你 我想看 帅不帅气 不愧是三星S24 这么远都拍得这么清楚 那必须的 演唱会神气 我下次再开演唱会 因为制作一首歌怎么样 没问题 到时候我也带着 我的演唱会神气来 那必须的 说好了 告诉她 因为我们所有的 准备的个人拍品 已经全部都拍完了 但是其实在最后 还有一个神秘的拍品 这个拍品有一个要求 就是希望姐姐们 把你们手里面的纪念笔 可以做一个集结 众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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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说众筹需要多少呢 超过当前最高成交价的纪念笔 就可以揭晓这一间拍品 80 朱丹你现在有107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有107 因为你啥也没买着 然后你还从我这拿了80 那我一个人就够了 那咱们都不需要众筹 你买吧 你买了给我们看 好那我就是一个人啊 我一个人就可以出 我扩起一把 我宣布作为主持人 我个人出81乘风纪念笔 然后一起来看一下这一份最高规格的神秘拍品 所以到底是什么呢 好六严选的文静不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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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顺利成团 蔡姐加油成团出道必须的 做的游戏打子蔡舞动总决赛顺利 好六团 在游戏中被文静界优先选择的小丁 祝杰总决赛顺利 美声唱跳舞台样样不辣 蔡文静加油总决赛加油 战胜舞台就闪闪发王 总决赛加油成团顺利 好 文静 文静 一胡百一 尽如人意 成团顺利 哭了 哭了 好感动 哈喽七哥 成分2024马上就要到终点站了 期待你的每一次闪亮灯草 哈喽 大家好 我是JJ 林俊杰 哇 我来为谢金燕姐姐 加油打气的 希望你在浪姐的每一次的挑战 跟表演都可以破表 成功 超强 看到韩学姐在成分2024的舞台上 大方异彩 展现美女与实力 真的很开心你能享受这次的成分之旅 要一直生活快乐 为你打call 加油 大家好 我是朱福 请大家多多支持 孙夏琳姐姐 孙米姐姐 加油 妮可妮可 非你不可 总军赛 加油哦 苗苗唱歌 跟她跳舞一样 温柔自带力量 很有感染力 苗苗勇敢飞 你是最最最棒的 加油 谢谢 谢谢 嗨 君君 你还记得小时候 我们管你叫大师兄 因为你从小就很有正义感 与责任心 在你的字典里 从来没有尽力一说 有的 只有拼尽全力 所以 勇敢乘风吧 我们一直都在 加油 好的 哥迪远 你好也是 你怎么 sixteen爸爸 Joyce Joyce 爸爸妈妈 当突然上的看金铁 你是不是Joyce的妈妈 我是你的 我是Joyce的爸爸 我听我 不 全家中文都这么好 我们今天在法国南部 这是我们的地方 我们在约了你 我们在家里有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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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我的宝贝 这是我宝贝 妈妈的亲爱跟你好笑 从初舞台的清澈 一直到每一次公演 你一直都在进步 妈妈知道你是一个 非常治律且努力的人 但是这几个月 你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然后身体也过度疲劳 所以妈妈呢就非常的心疼 今天我就不给你加油了 给你做个剪法 你今天就好好享受这个舞台就行了 胜负都不重要 妈妈永远支持你 妈妈好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刘欣的妈妈 大家好 我是刘欣的爸爸 大家好 我是刘欣的爸爸 今天打给你不行了 这么多年来 看到女儿一直在努力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们感到非常的开心和欣慰 宝贝女儿你辛苦了 你要多多注意身体 爸爸永远爱你 我们在北京等你凯旋 女儿你是最棒的 妈妈爱你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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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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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在练习室 触碰午觉的时候 那个情景一个个疲惫不堪 妈真的看到心里非常难受 但是看到你在舞台上不断地通过自我 成功发 妈感到非常非常的心灵 你很自豪 妈为你点赞 看出来 可以 打开 哦 狗和狗 好可爱啊 可以的 可以的 这么多小狗狗 妈妈 哥 妈妈 和狗 好可爱 嘿嘿 嘿嘿 嗦 好可爱 小朋友 妈 更不像辛苦呢 等你回来啊 嘿嘿 爱你呢 妈妈加油 敬礼 丁丁啊 我爸 我和你妈总是 是不是被你带来 惊喜或惊吓呀 惊吓 这一次说要参加 乘风2024 其实我们老两口非常担心 担心你上节目会不会遇到一些困难 练舞蹈望动作呀 受委屈呀什么的 但每次看到你非常努力 也非常开心的回来练习 还没非色舞的 讲你们小姐妹间的去世 我和你妈才终于放心了 就是别光吃沙拉啊 再多吃点大米饭 我和你妈永远爱你 永远是你的坚强后盾 加油吧 奋斗中的丁丁更美丽 天哪我爸 太会说话 太会说话 感谢特殊的健身健肥训练营 周先生 我很久没见他这么瘦过了 这么有活力 而且感觉整个人在发光 这一次他彻底的变成一个活力大人 好像回到了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伏击都要吓人了 我这一块伏击怎么办呢 加油吧 在那里收获你的健康 收获你的友情 希望你们在舞台上的比赛 能够有更好的成绩 更好的表现 奉献你刚好朋友 加油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双大飞 今天我是来给我的妈妈加油打气的 希望我的陈浩宇女士 我的黎青虫女士 可以享受此刻 享受当下 享受这个属于自己的舞台 知道你这段时间的努力和不容易 在我心里 你就是最棒的 我一直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所以希望你可以 不被外界的声音所影响 你就做闪闪发光的最闪耀的 你自己 成浩宇是最棒的 爱你 哈喽文杰你好 从06年喜欢你到现在 已经18年的时间了 当年你在广州赛区 五金三的比赛上 你唱了一首黑肉 从那一刻 我就被你深深的吸引住了 17年的时候 因为重病 手术 放疗 你的歌声 也在我住院的日子里 一直陪伴着我 现在 我也已经痊愈了 希望2024年 我们能够尽快见面 能在现场听你唱歌 乘风而上 文杰加油 哈喽大把 我是肖南 你给的回信 一直都在 我也一直在 那一年 借你的光 看到了 从未看到我的世界 因为你的鼓励 让年少轻狂的我 成为了现在 最好的自己 很感谢 浪姐这个舞台 中看到了更精彩的和节 加油 你好 闪闪发光的和大宝 我是彭卉的妹妹 最后一条的朋友圈 就是希望你可以参加浪姐 如果她还在的话 每次公演 包括这次成团 也肯定会在舞台下面 看着闪闪发光的你 优秀的你 没有让她 没有让和发们失望 我会带着她的 那一份喜欢 一直陪伴着你 我会带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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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刚刚那个女孩 她说她是那个 那个人的妹妹 你知道那个人在 2022年吧 好像是 2022年还是23年 那个男生 应该陪伴了我十几年 然后在2022年 当时她就 在自己的朋友圈 发最后的一个朋友圈 是说 如果今年和解可以上 陈峰 她怎么怎么怎么样 但是后来她因为生病 就截止在了 那最后的一个朋友圈里面 就是可能大家没有那么多人 能够理解说 我为什么会那么用力过梦 是因为可能对这个舞台 对我来说意义太多了 其实当时我第一次发微博 at陈峰节目中 这个男生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过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在我的生命里面 在我和我的歌迷 他们对我的爱是那么的纯粹 会让我觉得说 所以那天我唱的那首歌 我是如此相亲 因为我真的觉得说 在我的成长过程里面 是因为爱 让我真的是一次次的站起来 和面对了很多的事情 也改变了很多 然后我也希望这个男生 但是他能够在 在那一头 很好 然后也谢谢他 然后我也很想告诉他 但是确实也没有机会再 让他看到说何杰来到陈峰了 何杰可以在陈峰的舞台唱歌了 在陈峰刚刚到的时候 我跟陈峰我们俩开玩笑说 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们不聊家庭 不聊孩子 言外之意 我们只做自己 但是其实是我们的身后 如果没有这些爱我们的人 我们怎么能够乘风破浪 我们怎么能够如此私一 所以我们是幸福的 因为我们身后 有那么多的他们